台岡熊英 台岡熊英特別準備了一個簡單又隆重的儀式 我想大家都知道 台岡熊英在去年年底的擴邊選秀補強 選進了富邦漢將的郭俊麟選手 但後來經過球隊考量選手的發展 以及戰力上的需求 而後與統一師球隊完成了郭俊麟選手 以及江晨諺選手的交易案 雖然這個緣分只有短短的28天 但台岡熊英球團未表重視 在我們1月17號的成軍記者會上 特別幫我們郭俊麟選手製作了球員介紹的視覺圖卡 那我想目的就是希望給予我們郭俊麟選手最真誠的祝福 接下來我要邀請現場所有的球迷 讓我們一起用高雄人組場的熱情 掌聲歡迎我們曾經的隊友郭俊麟選手 好 那我想郭俊麟選手曾經表示過 他只有穿過一次我們台岡熊英的球衣 來南部拍攝球隊的宣傳形象照片 還有有機會也很希望能夠收藏一件我們台岡熊英的球衣 那台岡熊英 劉東洋領隊獲悉之後 也立刻傳訊息給我們的郭俊麟選手 表示沒有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趁著統一師隊來到陳馨烏主場做客的機會 要邀請我們劉東洋領隊來自證 台岡熊英的球衣給郭俊麟選手 掌聲歡迎我們劉東洋領隊 好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難得與珍貴的一刻喔 不管郡俊麟現在是在統一師隊 但是我們給予郡俊麟的祝福 一樣是滿滿的祝福 期待他在統一師隊 能夠有非常非常好的表現 但是當隊到台岡熊英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客氣對不對 期待大家都能夠在球場上 有更好的成績跟表現喔 好 我們再看一下前方的媒體朋友們 好的 謝謝 再次感謝我們俊麟 感謝我們劉東洋領隊 讓我們請我們女孩先把我們球衣收起來喔 我想俊麟稍等一下喔 俊麟不好意思稍等一下 我想今天這個特別難得的機會 我們選秀交易案的另外一位主角 當然也要邀請他來到現場 一起留下一張珍貴的合影照片 我們掌聲歡迎江澄彥 好的 那我們麻煩三位 趁著這個難得的機會喔 來一起看一下我們前方的媒體朋友們 我們也期待兩位選手 在各自的球隊上 都能夠在今年非常順遂 有非常非常好的表現 OK 謝謝 我們再次感謝我們郭聚齡選手 感謝我們江澄彥選手 也謝謝我們劉東洋領隊 那接下來的時間 各位球員朋友 趕快把你的應援道具準備好 各位球員朋友 趕快把你的應援道具準備好 郭聚齡選手 該我們的